拍 你可以稍微再轉慢一點 啊 沒關係你一定是轉太快了 我會自己飛走 整個拍攝都還算是順利啦 就沒有出什麼大事 什麼卡沒有帶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效率 我覺得有點低 有跟我拍過片的人都知道 我在拍攝現場是一個 超級高效率的狀態 就是我喜歡衝 然後我們去架個屋盞燈之類 然後再回來當攝影 我不喜歡閒下來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次拍攝就有點可惜 就是有還蠻多的時間 是我拿著攝影機 但是沒有在拍攝 就是我在旁邊看著他們 在處理一些事情這樣 希望之後可以改善 因為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合作 那之後就慢慢改善這樣子 我想說是你喔 欸?哈囉 哈囉哈囉哈囉 你不要把他指掌錄的蓋掉 不會啦 他又不是行車記錄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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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機會還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一群二十幾歲的人 然後就湊在一起 有人是做攝影的 然後有人是做 可能是導播 直播的導播 或者是有人是做後製影像處理的部分 反正我們就一坨人 七個人吧 就湊在一起 一起分享 一起討論一些影像的事情 然後就是交流交流 還蠻特別的 重點是我們在一個 雅都立志的飯店裡面 坐在那裡 一起 神奇的聊天 暢聊個 三四個小時吧 當然希望之後有合作機會囉 你跟朋友在跟上去 對啊 沒錯 你用手把他壓下來 厲害啊 你最好是壓得下來 為什麼 你睡覺的時候沒有睡 壓不下來 厲害吧 你想買車的嗎 你想買車的嗎 這麼麻煩 好 好 我剛剛有去現場玩一下 那個Sony Pro-i 就是那一支 五萬塊的相機手機 那我自己是有一點失望 就 我覺得他沒有到五萬塊的價值 他可能有到 四萬塊的價值 可能三萬九 我覺得還OK 但是 四萬八千八百塊 我覺得已經有點超過 他的價值了 就 我自己去玩啊 我覺得 相機是好 沒錯 但是我覺得 在一系列 跟五系列 他們有加一個 可以伸縮 那個 可以變焦的鏡頭 我覺得那還蠻特別的 可以從 70到105 那個超特別 你可以拍到更遠的東西 那我覺得手機的相機 重要的是 你要先拍到影像 那接下來就是影像品質 那這一台手機 就有點顛倒 他想要影像品質優先 但是拍得到 就是百跌了 我覺得 有點神奇 因為他的望遠鏡頭 好像才50mm 嗯 不是很OK 那我自己用下來 覺得就是 Sony Xperia 1 或者是5 就非常非常好 那 Xperia Pro 1 我真的是不知道 他到底是要賣給誰的 我覺得專業的人 也不會買這個東西 到底誰會買一隻 五萬塊的手機 直接去買一台相機 才三萬塊 哼